抬头望去两边都是社区大楼住户不少 在系纸宝藏里这几年来新盖了不少社区 居住人口也越来越多 而因为这一带没有公车 所以不少上班上学通勤的民众 都会骑Ubike再到火车站转达火车 只是原本里内只有在宝藏公园有设站 但早就不够用 经常没有车子可以租借让民众很困扰 所以在多次的会看之后 也找到了长新街二段62项前这里 作为Ubike 2.0的新站点 今天来到我们系纸区宝藏里长新街二段 这个和谦社区旁边 因为前一阵子有跟我们的里长 跟一些单位来会看 希望在这边增设一些Ubike 2.0站 因为原本我们宝藏里是 有一站在这个宝藏公园 但因为里面的人口实在太多了 常常会有一些借不到车或还不了车的情况 那里长希望说 也为了要大家使用的方便性 所以说我们希望能够增加站点的方式 来服务我们的民众 经过多年的努力 不断和国产署沟通 以及公文往返 宝藏里终于在新增加一处Ubike站 疏解民众上班上学 借不到车的情况 现在设站完成 新北市原料先祥也特地到现场关心 民众也说 除了火车转程接驳 平常也会骑Ubike到基隆河步道 运动休门 现在多了一个租借站方便多了 感谢愿意乃 来设设计我们这个Ubike站 我才用主护硬是真的方便 有时候我也可以说运动 站下去 站在那儿 我經常來騎 我也都有那種有靠面子的 我們非常感謝我們廖宣祥議員 以及我們寶藏裡的阿福里長為我們爭取 在這邊設一個U-Bike的新點 那我們這邊到火車站通常走路要大概15分鐘左右 正設這個點的話可以節省早上要趕時間的人 縮短他們的大概十幾分鐘的時間 帶給他們很大的方便 在這邊非常感謝 但是國有財產署的立場就是要求我們地方政府 類似要跟這個中央買地的一個概念 要給他一筆錢 那他才願意讓我們同意來設這個U-Bike 那所以說中間拖了還蠻長的一段時間 後來經過我們的一些協調 包括我們先處理一些土地分割一些前資作業 其實這些都是耗費我們的行政流程的作業 才有辦法讓我們的U-Bike 2.0站設置完成 那我們也呼籲也期待我們的中央 將來在國有土地上面 希望能夠更放寬的 更簡便的讓我們地方政府 能夠設置U-Bike 2.0 讓我們的民眾更方便的來使用 現在民眾對U-Bike 2.0的需求越來越大 保常力在長新界二段62項多了一個站 也讓民眾租還車都更方便 這層慧琳希致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